我們先回答了Joey 他看到昨天的體育用品股也做得不錯 他想問安踏的 2020年 他有84.5元買入 他說上網在什麼位置 在什麼位置又應該止蝕 剛才也有說過 對於內需來說 也會有一個憧憬的狀況 但也需要留意 因為其他的內需股 之前沒有一個炒作的熱潮 但體育用品股之前都是因為體育盛市時 都會令到股價曾經炒作了一段的一支 所以現階段去看 如果當時高追了的投資者 看到現在有一個反彈的狀況 就會趁著有一個鬆綁的機會 從而令到股價可能會有一些沽壓 現階段去看 如果未來兩個交易日 他可以站穩在90元樓上 我覺得可以繼續拿著 來觀望 到時就可以上網回到95-98元 這些位置 但不能夠站穩在90元樓上的時候 除非有一個心理準備 可能會多持一兩個星期在觀望下 沒有什麼影響 如果不想等的話 站不穩在90元 可能走了才會比較適合